半夜一大群人在大馬路上開打 場面驚險 而這群惡煞犯案後 立刻跳上車逃離現場 警方獲報也趕到場 發現被攻擊的潘信男子 臉部跟左手都有輕微的擦錯傷 沒有神秘危險 不需送醫 也將他帶回警局偵辦 來聽警方的最新說明 經過警方調查潘信男子從事裝修工作 發給下游承包商 陳信男子三萬元的工程款 但是因為遲遲沒有付 被對方指控 拐騙簽了兩百萬的本票 雙方相約路邊協商 過程中意見不合 結果工程行老闆 潘信男子遭到對方一行人攻擊 而他也事後公稱 對方逼他簽了一百萬本票 警方擴大調閱監視器 鎖定了九名二煞 分別成了多輛的汽機車逃逸 以車追人 也將他們陸續查起導案